好 线上有位台北的黄小姐 黄小姐请说 你好 我是你们的忠实观众 是 谢谢 但是因为我听到很多大部分的觉得都是挺蓝的 我想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哪一个 我觉得偏蓝偏绿这个都是不好的说法 因为这个是要看我们要怎么样去看这些人 然后这些人他实际上的做法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时间还很久 不是随便提出一个口号 他就是一个非常能够胜任总统这个位置 那这是需要长有时间去观察的 那我是希望是说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 我觉得在用以前的旧思维 在看这些候选人 我觉得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台湾今天之所以会走到这样的地步 也就是这样的旧思维 在操弄这些选民 好 谢谢黄小姐 其实很具体的 大家需要的是一个比较具体的牛肉政策在哪里 其实大家已经厌恶着口水了 针对民进党的部分其实窥到刚刚政策在哪里 我觉得其实刚刚提到刚刚黄小姐讲了 对就是说不管是蓝势力提出政策比较重要 刚刚庄教授讲了朱立伦提出了这个 这个他有他的行政权提出废族特招 然后有他的一个其他相关的配套 其实大家都这么做了 其实问题是我刚刚再补充一下 刚吴敦毅副总统 他为什么讲中游生一肩都没办法 难道大家都忘了他当过行政院长 当过高雄市长 当高雄市长的时候他认为说 中央对这个高雄市不公平 这个中游是行业税 那个时候这个议题就赢了 可是他当行政院长有没有扭转 有没有做一些相关的说法也没有 所以朱立伦当过行政院副院长 他也有中央的历练 所以我们倒是真的觉得说 这个时候他需要一些 做一些有些作为 可是问题是 不管是吴敦毅 不管是朱立伦 不管是郝龙斌 或是其他的人 甚至胡志强 大家为什么轮流争相 争先恐后的想要去呛 党中央的政策 这让人家觉得说 为什么国民党 不是党中央 马政府的政策 一直会失分 让你底下这些朱侯 这些人都是副主席 吴敦毅还是首席副主席 为什么都要 记得公开的管道来呛你 这真值得 马总统好好说 好 我们先打个菜 先上一位新北市的周小姐 周小姐请说 周小姐您在线上了 我给你讲 你不要说小英 他们民进党没有本事 民进党是专门搞学运的 专门搞学生搞得洗脑 洗得慢 你看现在的太阳花 不是他们搞的 你看他们这些人 是最厉害的一个 把那个年轻人脑袋洗的 都听他们的 好 谢谢周小姐 谢谢周小姐 您的那个来电回忆 要不要接受 我开举民进的 我稍微帮刚才那个说明一下 朱立伦如果在担任 习政院副院长的时候 直接就杠上 十二年国教的政策的推动 他很可能那个时候 受伤 对 他就受伤了 就没有今天的朱立伦了 所以朱立伦的时机的选择 为什么这时候提 一个人提一个对的东西 要在对的时间去提 但是就吴敦毅提到的 中游那个事情 我就觉得 吴敦毅要付比较大的成员 因为吴敦毅 担任行政院长时间很长 他又做过两任的高雄市长 他当然很了解 整个中游的营收里面 来自高雄的比例很高 占了三分之一 那基本上中游的交的营业税 是由中央做统筹分配款 分配下来 可是高雄所分到的 这个统筹分配款 跟中游在高雄的 贡献的比例 又不成比例 所以照讲 吴敦毅在那个时候 就应该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 就要提出解决的方案 而且这个方案的内涵 非常的简单 非常直接可以解决 所以从这样来看 吴敦毅似乎是有些扣分的 休息一下马上关心朱立伦 吴敦毅还有小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